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6号 那是礼拜二下午11点钟 我们的北京台北香港晚上11点钟 我们今天在市场上 刚才三个小时之前发生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整个一代坊的merge已经开始了 那你想说merge不是15号在开始吗 因为merge其实应该会分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先为会有一个merge 他把部分的notes要upgrade 叫做Bellatrix Bellatrix这个地方 刚才大概三个小时之前 然后整个开始运行了 运行之后 那整个币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涨幅 那这个地方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除了这个merge部分 另外那以太的 我们宝二爷这边支持所有矿工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 那我以太如果现在在分叉 分叉这块我怎么赚 赚的也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是什么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首先先大家来看一下市场的状况 先大家来看比特币 比特币现在是19,832 那24小时正负跟0.2% 那ease 1664 正负4个percent 4.4%过去24小时 ease这边稍微还是涨的 稍微比较大 你看过去 如果你看这个ease 7天的图 7天的图 其实我们到高点这边是1639 我们突破高点之后再回挡 测回测 突破高点回测回测两次之后 ease很大机会直接往上走 那这是ease的部分了 我们带大家看 我们今天在推特 我稍微推的时候 我稍微跟大家看一下比特币的图 比特币的图 这边我都看小时图 这里是一个1950左右 是非常非常 非常坚持的支撑 这个地方 我看到一些文章讲 我这只是文章讲 也不是个人意见 就是ease有可能在整个merge之后 ease会往上走 那Bitcoin很大部分可能有一些部位 会从Bitcoin出来 然后到ease 这每个人不一样 那有些人 如果是Bitcoin的这种diamond hand的话 持续还是会持有Bitcoin 那Bitcoin这里的话 看起来似乎 看起来似乎是有机会再往下走 如果你看这个四小时图 这边其实出现两个这种diamond 你看blood diamond四小时 我们这边的信号 那如果说两小时的话 这边也是也出现 这个大的blood diamond 那你如果看日线图 对线图这边看起来并不是太 不是太乐观 Bitcoin这也不是太乐观 一直跟大家讲 Bitcoin如果这边突破 1万9往下跌的话 是有机会来到1万4 他不希望看到 但是可能有机会 ease的部分 如果你看ease 过去应该是过去几个小时之内 ease我们刚刚讲的涨了 涨了4% 但是如果你看看 从一天那过去应该涨了将近9% ease现在来到了 如果看我们这边图大概是1669 ease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四小时图 他其实突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突破这个斜线之后回挡 回挡之后又在这个斜线的地方 ease这边第一个压力区应该是1750 如果突破1750的话 有机会往上走 这个地方我觉得ease的话 还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ease如果这边突破这里 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但是要看整个15号 这边15号15号大概在这 15号merge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要看应该是merge 大概是什么状况 不晓得merge完之后 有可能往下走 merge完之后有可能往下走 这个到时候大家看状况 我们今天稍微再跟大家看 merge前面第一个部分 这什么到底是什么状况 我们来到这个decrypt decrypt讲以太涨了6% 那主要是这个Belatrix upgrade 那这个Belatrix upgrade 其实就是整个以太涨merge的第一部分 你要先有这个Belatrix upgrade之后 那后面再第二步就是以太涨merge 那你说Belatrix upgrade到底在干嘛 这待会我稍微跟大家讲 那他这部分呢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ease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no 但是现在目前的no 并不是所有的no通通都是完整的 那有一部分no还没有得到 这个后面的这些支持 他必须在这地方upgrade之后 才有机会把这整个的网络 在同一个步骤 你看Vitalik甚至还跟一些nooperator 讲说我们要有merge之前 要Belatrix upgrade 他还特别提醒大家 让大家说你们等下注意 这个upgrade很重要 你看在Belatrix upgrade之前 只有75%的nooperator 是准备好要upgrade 但是大概还有20% 这边大概是26.5% nooperator 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把所有人通通都拉在同一个 on the same page 就大家都在同一个状况之下 那就可以有很好支持upgrade的状况 然后这边讲 what is the Bellatrix hard work hard work 什么就是Belatrix的这个硬分叉 以太其实目前为止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pool of work 就是我们最早以太到现在为止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pool of stake 那pool of stake跟pool of work 其实是两条 两个状况 两条链同时存在 那所谓的merge 就是说我必须要把现在pool of work 就是我们所有矿机支持的这条链 跟我们这个pool of stake 这两条链同时间 把它合在一起 就把同时upgrade之后 让pool of work这条就暂时不用 那pool of stake这条留着 那这个Bitcon Bitcon chain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就出来 那这个主要就是用pool of stake上用 那我目前为止预计 大概是在9月13到15之间 那如果看这个图就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准备好了 大概所有的note 大概是1559 72% 甚至还有500多个note 580几一个note 大概27%还没有准备好 这次的 这Bellatrix就把它整个完全upgrade 那下一步其实就等着 我们下一步其实就等着 就就等着merge了 但是merge之间呢 merge之间还会发生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是9月9月6号 9月6号到9月15号之间还会有一个事情 那就是宝爷这边 他们在支持的就是以太坊分叉的部分 以太坊分叉 pool of work这条链 怎么赚 这个我们大概跟大家聊 另外这边upgrade goes alive 今天blog works这里也讲 目前为止 你看pool of work beacon chain is not ready for merge 就是整个状况完全 ok之后就等着merge了 这个就是目前整个 ease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Vitalik Vitalik在自己推的上面 他也跟大家讲 三个小时之前 Hey Bellatrix active next step the merge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oh ok 哇 这就是他们整个blockchain 目前为止整个升级的状况 Vitalik还是主要 ease的精神领袖 还有各方面 还是以他为主 另外这边 也订阅的推的进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们也是在 三个小时之前 welcome to the world 你看 Bellatrix 这边就是刚才这个图 最早之前 他们就是两条 两条链 那两条链在这地方 要合并之前 他们必须要再把这个地方 让大家所有 都在同一个步骤上 那这个Bellatrix在这里 预计是8.22 但是地方这个地方 他们今天是8月6号之后 成 就是把它整个执行之后 然后再次put a word的部分 这个地方 8月15左右 就完全停止了 就是consensus layer 这个Bellatrix 从这个地方 就是check over 那他们后面将来 就是put a word的话 就是基本上没有 99.95% 就是能源的减少 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 在这个地方 大家讲说 哎呀 那我要怎么赚 这个put a word 这个东西怎么赚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is merge 那这个 coingecko 我跟cofounder讲了一些 我们 merge之后 这个我们的策略应该怎么样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他的这个地方 稍微提的东西 我在跟大家分享 我看法 他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put a word 跟put a state 这个地方 要去merge 那我们怎么做 那有 这个也没有很大机会 我们在put a word put a word 的token 有没有办法去 有airdrop 我们今天有看到文章 讲airdrop的可能性 有 但不是100% 为什么 因为你矿工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大的部分 还是在于技术 跟在于community的支持 那当然 如果你这条链 分岔出来之后 照讲 你所有在以待上的 任何的资产 在新的这些put a word 的链上通常都有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我有uniswap的链 我有uniswap token 那我分岔出来 上面是不是也有uniswap token 有 那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值钱 不值钱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debt 在矿工这条链上 put a word 基本上 除了本身 put a word这个token 值钱之外 其他defi 其他所有的东西 值钱几率不高 这第一 第二 就是说 如果put a word 那我要放在什么地方 比较好 大家注意 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机会 你可以把你的 这个eth 放在 就是以太的主链上 如果你放在以太主链上 不管是你放在note上 或者是放在自己 其他的 方式 放在这个主链上的话 分岔的同时间 你就有办法机会拿到这put a word的币 那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你把你的意思放在交易所里面 现在目前有个值可知的是 Binance OK Exchange FTX 这几家大交易所是支持 除了put a word 那重点是 当put a word 还有bybit bybit也支持 当这些交易所第一时间分岔之后 他是不是就直接把币放在你的 打到你的账户里面 有些比较小的交易所 有可能他分散 分分岔出来的币 他不会给你 如果就以前我们的经验 比如在 这个Bitcoin分岔的时候 以Bitcoin Cash的现金 跟Bitcoin Cash后面再分岔几个小东西出来 除了大交易所会给你之外 其他小交易所基本上不会给你 他们自己本身交易所没有 花这个精神时间去upgrade 他们自己内部的系统 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就省下来 那这个地方 其实重要的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自己 没有办法想办法 让你的Eith 在主链上的话 那就想办法把它放在 我们刚刚讲几个大交易所 Binance 然后FTX Bit 甚至 这些第一时间就有机会 他把他的币放到你的钱包里面 那之后他们可能 像Bit其实最快 Bit通常什么新的币出来 一下子之后他就会把 这个所谓的现货的 和现货的配置开出来 那如果大家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时间主要交易 puller word这个token的话 可能他的波幅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讲到说如果大家对阿伯 哎好这边另外一个 大家如果对阿伯 或是这种所谓借贷平坦熟悉的话 你说哎我想要去多借一点Eith 借Eith回来的话这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去拿到更多的puller word 这个币呢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idea吗 问大家大家觉得是好的idea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呃是一个s&no 为什么 第一如果你去借回来的这个 看你借贷的成本是多少吧 如果你说哎我拿Eith去抵押 然后抵押完之后 我拿出更多的Eith出来 第一个你要算你cost of capital 借贷成本是多少 第二你要看你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是 当你借贷出来之后 如果你本身这个币最后发不成功 或是这条链失败的话 我想puller word这条链失败的话 那这个的费用 有没有办法cover到你借出来 当初的这个费用呢 可能你要做这件事情是亏钱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当币出来的时候 你去交易的时候 你是不是肯定有办法赚钱 这个也是问号 因为目前为止 其实puller word这个币 是否真实一定会发生 或者一定会赚钱 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 就像保二位他自己也讲说 他还不确定 是不是百分之百可以成功 只不过他觉得他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 在整个矿工的community里面 他也算是比较早挖比特币的矿 而且他community蛮支持他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给大家一些不同看法吧 那你看比如这里 这边讲到 opensee支持 就是只有支持 puller word而已 哦不是只有支持 puller stake而已 那很多很多 puller word币 其实不见得 is not supporting by chain link 你看下 chain link 其实也不支持 puller word 另外我们刚刚在那边讲说 pulling the merge how to get free money from ethereum 我们这里刚刚在讲 对不对 就是几个交易所的部分 然后主链的部分 还有自己的钱包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说你把资产放在硬钱包里面的话 我觉得 ledger应该第一时间 他们很快就应该有机会 有机会去支持 puller word 但是不确定 因为毕竟ledger还是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比较 比较有把握的话 就像我们刚讲的 可以把你的币放在主要交易所 这个是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 你看centralized exchange 哦 OK 这篇文章里面讲了 centralized exchange 的目前为止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意思放在交易所 那这个其实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目前为止 哦 OK puller next 已经 puller next 已经有puller word这个币出来了 那目前为止 他是1比1的交易 Binance 然后抹擦 然后gain ftx 都会支持 那OK OK 会支持这个forward 我们刚刚讲的 那Bidmax Bidmax 其实launch了这个puller word的合约 Coinbase跟kraken 他们会review 所以美国 你看美国的交易所 其实还是比较保守 因为毕竟 这个矿工后面整community 还是以 国内中国 中国的 这个community 为主 你看这Polyniks都是中国 这都是国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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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哦 除了ftx不是之外 这全部都是国内的 那Binx不是 目前为止puller next Binance 摩擦 Gate 然后ftx 基本上他们会支持 这意思puller word 那Binance 基本上 跑不掉了 Binance 你就会支持 毕竟他还是 我们目前只认知最大的 这个交易所之一 他们跟ftx 两个目前为止应该是 最大两间 那 Taking Custody 就是如果你把币放在这地方 他帮你监管 帮你做这些保管 什么的内容 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今天稍微跟大家聊聊 大家说我分叉要怎么赚 以及目前为止在merge的部分 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从这个时候 9月6号 现在已经 这个Bellatrix 已经开始执行了 执行完之后 哎 Bellatrix 我们刚刚执行了 Bellatrix 我们刚执行完了之后 就是在就等9月15 中间就是等宝二爷 他们这条merge的出来 所以你手头上 如果你有East 你有East Ethereum 你有East的币 你是不是可以从中间 有些额外的获利呢 这边我觉得是让大家做参考 周一到周日晚上11点钟 我们Julie Space Day 跟大家聊很多 我们整个市场币圈 图圈 还有整个 跟我们NFT区块链有关的东西 让大家有问题好了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Discord 刚昨天我们这边命完 昨天我们命完了 Gangs OSTAR 还有朋友问我 Gangs OSTAR 你没有Discord 我就把我们Gangs OSTAR Discord 贴在我们的这个中文聊天室里面 大家有兴趣朋友可以进去逛 那 他最早他进去需要Token 需要好多东西 他们后来完全开放了 他们现在将近10万人了 8万9千多人了 我今天还特别跟他们的Founder聊了 我就再恭喜他们了 那跟他们Founder聊聊 看他们应该还做的不错 他们在第二个部分 他们在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allowless 好我们先跟大家聊 这里请大家 按赞转发 我们明天 那YouTube的话还是会有重播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再见 拜拜